葡萄又叫草龙珠、刺子樱桃、葡萄子或三五老 根据古籍记载葡萄在汉代时期从西域入传入我们中原格 唐代诗人王汉曾经写了一首大家都熟悉的诗 葡萄美酒夜降杯欲饮琵琶马上吹 可见古人不单只爱吃新鲜的葡萄 都喜欢用它来酿酒 大家好 我是自己生 这期影片来讲讲葡萄 葡萄是葡萄科的高大藤本植物 它的枝条会缠绕生长 果实为卵盐形或长卵盐形 成熟后颜色有紫黑或红中大青 花期第四到五热 果期是八热到九热 李时珍在本组歌目说过 葡萄康斯作葡萄 可以做酒 饮饮之桃盐欲醉 故得此名 现代考古发现 大三级地层里 已经有葡萄的植物化石了 这时候葡萄已经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和格陵兰地区 植物学界一般认为葡萄仍以里海 里海沿岸一带包括中亚、高加索、小亚、细亚和敘利亚地区 圣经记载 洪水泛滥150日后 罗亚方舟停靠在阿拉纳三 即是今天的土耳其 亚、美尼亚和伊朗交界 那罗亚开始跟踪土地 第一种种下去的植物就是葡萄 后来古植物学家在外高加索、吉努更亚、亚、美尼亚 这些地方都发现古代种植葡萄的种子化石 证实葡萄确实发现于阿拉纳三地区 我个种葡萄的历史很悠久 考古研究发现 在三千多年前 新疆吐鲁番地区已经有葡萄种植记录 中国作物《遗传》之言记载 公然前138年至126年 汉武帝张迁七史西域 张迁从大莞角带回葡萄寺 以离宫别馆旁尽种之 自此中国内地开始栽培欧洲葡萄 到公然一世纪初 葡萄种植随着汉朝东迁 由关中扩展到中延 唐代韩月写过葡萄诗 新径微片半游枯 高价之离赌服负 若欲满盘推马鱼 目慈天竹引龙衰 全市险西扶峰有个妇人叫文陀 她用葡萄酒来贵赂 她的宴观张弥 被封为梁州刺史 那继文帝曹丕 就赞葡萄为中国真品 说葡萄酿酒 金衣谷薇 善醉而异醒 可见当时葡萄酒 量造其实已经相当成熟 更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自己身 葡萄是温性的 还是寒性的呢? 很多人都会担心 吃葡萄会相批养 因为很多常见的水果 都是寒粮的 但也有些水果是瘟疫的 根据古代医学文献记载 葡萄性温 但现代的中医又认为 葡萄既不偏凉 也不偏温 是属于平静的食物 即是说 葡萄味甘酸 不热也不喝 适合于所有人食用 只要不要吃太多 一般情况下 不会引起中医上火的现象 中医认为 葡萄入肺皮神经 有保皮胃气脅 滋养肾脏和肺脏功效 清代名义热季 在本草再生中记载 葡萄入肺肺已 可以卵胃健脾 对于肺胃虚寒的人 不适合吃大量的 寒性水果 例如西嘉 微猴桃 李 或者香蕉 等等 这时候 这类朋友不妨吃一些葡萄 因为葡萄相对来说 没有这些水果那么寒量 对肺胃稍为好些 同时秋季和肺相迎 保肺正当时 葡萄入肺经 酸酸甜甜的味道 就可以化身遵液 滋养肺脏 缓解一些秋造 清代王公寿 在本草求真中记载 葡萄气味甘咸而温 能涉蒸气 归属审造 染味脂 功用不甚相应 有些朋友可能又会问 自己身上 不同颜色的葡萄 在营养上有什么区别呢? 先讲讲各种颜色葡萄的共通点 第一 葡萄都含有分裂化合物 红葡萄 绿葡萄 紫葡萄的饱和脂肪 辣和蛋黄醇都比较低 无论什么颜色葡萄里面都有多分 只要在果皮、果肉和葡萄籽里面 多分可以增强抗氧化能力 保护心脏、延门衰老 葡萄里面还有生物护性分子 分酸、黄酮、移本意气 即非黄酮植物化物 和燕花青素 即零宿丹零 这些成分都有抗氧化、抗燃、抗咔的作用 第二 葡萄营养丰富 葡萄含有丰富的维他命、抗物质和鲜石纤维 每日吃一杯葡萄 大约可以满足20%的维他命C的需求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双口二合 葡萄里面的隔 还有助于维持我们血压的平衡 对于心脏和神经健康都有好处 维他命K可以帮助血液凝结和强化隔 韩国一行研究发现 葡萄含有的腺脂纤维具有治疗和以防便秘的潜在功效 试入适量的腺脂纤维可以出进长度欲动和改善消化功能 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 另外葡萄还是百利劳秦和紫痰奇的重要类液 这两种成分是天然的强氧化剂 可以起到抗燃以及保护心脑神经的作用 其实科学家最早认识百利劳秦 是因为他可以帮助植物抵抗病原近的亲疾 在恶劣的环境下发挥保护作用 后来因为他的保健作用 百利劳秦成为药物研究的热门方向 研究发现他有调节免疫、延防衰老 以防心脑血管疾病和神经退化疾病 抑制肿瘤形成和抗炎、抗针和抗病毒等多种生物学功效 百利劳秦都被作为一种膳食补充剂 用于保健和疾病以防 只是需要知的是 百利劳秦口服后会在肝脏中代謝 几身的零粒只有百分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几个实际应用效果 各种颜色的葡萄在味道上营养一定差异 一般来说大多数情况下 红葡萄比绿葡萄更甜 特别品种存外 另外红葡萄和紫葡萄的哭皮素和类黄酮含量 一般情况下会更高 相比绿葡萄含有这么多植物的营养素 可以更好中和有害的自由基 降低多种慢性病的风险 三种颜色的葡萄含有百利劳秦 但红葡萄和紫葡萄含量高于绿葡萄 绿葡萄是葡萄自然演变异的类液 便宜燃至基因特变和自然交配 未经过人工基因编辞干预 其监鉴便宜在抑制花青素合成通路 导致果皮无法大量积累花青素 花青素是葡萄中重要的抗氧化成分 所以绿葡萄是以花青素为核心的抗氧化物质含量 一般来说是低负含花青素的红葡萄和紫葡萄 花青素是类黄和类化合物质 给了红葡萄和紫葡萄果皮的颜色 绿葡萄在这一通路上 一般来说是存在关键的霉表达下降和功能揭湿 使得前体物质没有犯法转化为花青素 所以它的果皮仍然保存绿色 葡萄含有大量葡萄档 如果吃太多会使糖分系口康停留太久 容易造成蛀牙 进入血液中后又会使血糖升高 增加糖尿病和肥本的风险 吃太多葡萄还会引起腹脏、腹痛或腹善 等消化不良的问题 所以适量吃葡萄对身体有好似 但吃太多便会昔得其反 多谢大家